好了,我聽見你們的心聲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很多人知道這個任天堂 他們在不久前發表了這個Switch Lite 也就是任天堂Switch的簡化版 跟原本的Switch比起來 它最大的差別就是螢幕變小 還有搖桿不能拆開來了 基本上變成了不能Switch的Switch 但如此的簡化也讓售價降低了不少 以台灣來說,原本的Switch售價還要接近1萬元 這個Switch Lite只要6000出頭 不過你知道現在有一款Switch Lite 它的價格簡直是佛光普照 人家賣6000元,他只賣1600元 你說天底下怎麼會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呃,對,的確是沒有的 相信有看過我之前影片的你們就知道 這種價格Too good to be true的產品 如果你覺得奇怪的話 那不用懷疑,這裡面一定有鬼 像是文愛催神這樣還只賣3350塊的平板電腦啊 在我一個一個查進真相之後 它的總成本可能只有幾百塊吧 所以等等的介紹也請大家看看笑笑就好 千萬不要認真的去嘗試 否則你一定虧 那如果你問我 自己我會不會真的去買它 嗯...如果我不買的話 可能就不會做這部影片了吧 當初很多人就是視訊我這個FB影片 然後影片有附購買網址這樣 而且本來留言的地方很精彩的 現在好像都被砍光了 早知道當初就截圖讓大家笑笑 據有人說,請問這台可以玩GTA5嗎? 商家就說,可以的喔 再來他們問,請問這台可以玩戰地5嗎? 商家還是,可以的喔 好啦,新費款這些了 現在我們要開啟相信它的模式 畢竟我是要買它的消費者嘛 我當然要先被它說服啊 那可以看到它一開始寫的 早鳥預購全新Switch Lite 台灣公司或早上新竹機 基本主堡過一年 第一批僅100台售還機指 因為正版的Switch Lite 其實也要等到9月多才開賣嘛 所以它這裡也是採用預購的方式 只是現在預購什麼時候會拿到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在一個多禮拜前有用Line問過他們 現在預購的話什麼時候可以拿到 結果到現在還是連個回應都沒有 算了,反正我就訂訂看吧 因為這個也是用貨到付款的方式 所以是不用擔心會有 付錢等不到東西的情況 頂多就是訂了 然後永遠沒寄來而已 雖然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會很失望啦 然後這整張圖都是糊的啊大哥 提醒您封面圖片請供參考 以實際發售為準 確定預購前請降讀 預購規則 同意後再做預訂 好,這個厲害了 上次平板電腦 至少網站上還有一張跟實際match的外型 這次直接告訴你 我們賣的實際外型可能跟上面的不一樣了 啊這個 請問你要我們開FB 然後搜尋什麼東西 是要進自己帳號 然後看自己有多帥嗎 旁邊還有一個意義不明的空白礦礦 我的天啊 從剛開始就已經看到懷疑人生了 好,看到這個七天競賞期也跟大家說一下 之前有蠻多網友告訴我 那個七天競賞期其實也是形容虛設啦 你告訴他們要退貨 他們不是不理你 就是拖延時間 然後整個拖到七天過了 再跟你說已經不能退了這樣 那反正我也沒有要退的意思啦 第一批僅100台 售完即止 上次平板電腦是說 已經賣出幾十萬台 剩下幾百台 現在是直接搞計画行銷了 附送156款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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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所以要講三遍 我們到時就來輸出看是不是真的有156款 欸,重複了圖片就不用放第二次了啦 其實這個我還蠻偷懶的欸 底下就只是任天堂的官方介紹圖片而已啊 欸,沒了欸 上面那些全部都是任天堂的官方圖片啊 然後又再三強調他們附了156款遊戲 那有藍色跟紅色可以選 重點是SwitchLights有紅色嗎? 根本沒有啊 要像他們買還能拿到獨家的特殊色喔 那我當然就選一波紅色啦 又到了後期驗證忙的時間了 這個是他們還有沒有活著的關鍵 好,看來第一步是過關了 而且如果我夠7-11取貨的話 它這邊真的可以顯示那些門市欸 感覺他們的訂貨系統又更專業了一點 那我這邊也留言說可以的話 請來信告知貨品大概很適合一道 我真的太好奇了 好,資料都填好了 直接下一個訂吧 沒再怕了 哇,這裡跑得很兇欸 炸這個速度應該不用10分鐘就賣完100台了吧 桃園不是這個圓啦 給我向桃園人道歉喔 反正無論如何 他們一定都會留下一台給我的 所以我們就近代拿到貨的那一天吧 應該不會要到9月吧 現在的日期是9月24號 對,確實已經過9月了 只是事實上這包裹大概8月10幾號就到了啦 我查了一下台灣正版的Switch Lite 是在9月20號開賣的 所以我本來是可以在開賣之前搶新一督為快的 沒辦法,最近事情太多了 等到網路上的正版Switch開箱影片都一大堆了 沒關係,反正我的Switch Lite跟你們的不太一樣 那就來看看我花這1600會有哪些不一樣吧 喔,然後這個箱子是我拿到之前 就已經這樣扁掉了 不是我撞的喔 裡面到底是有多空才會扁成這樣啊 其實我已經忘記當初我是選哪款顏色了 是紅色嗎還是... 欸,看來真的是紅色喔 PSP3 Slim Station 可以請問一下這個東西跟Switch到底有何關係嗎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遊戲 不知道是不是內建的 然後這邊是使用的說明 而且就連外盒也是凹的喔 太厲害了 那這個是盒子的正面 老實說我是有點失望啦 上一次借來的平板 它至少還有訓傳圖上面的樣子 這個是買Switch Lite 結果既然是完全沒有關係的PSP防照版 其實我一開始是有點擔心我從沒有半台正版的Switch可以比較 不過既然它都長這樣了 我想應該沒有什麼好比較的了 Super Capacity Plus 1GB 這個不知道賣多久了 可能那個時代1GB還很多吧 然後它到底用了多少版權圖在上面啦 16bit New Game Big Screen 所以那個時候2.7吋的螢幕 大家可能還覺得很大吧 那Switch Lite呢 雖然它的螢幕比Switch還要小一些 可是至少還有5.5吋 好,我們現在就不要管什麼Switch Lite 這跟這個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 這關鍵真的是完美呈現了10年前的設計風格耶 拿這個上次開了紮騙平板就知道 這才是當今我們熟悉的設計風格吧 那這個到底又是什麼了 唉,算了啦,說再多也沒用 直接看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吧 雖然應該就那樣啦 還能用什麼樣子 好,看來箱子雖然是扁掉了 但我們的主機還是幸運的活下來了 首先這個上古mini USB的充電孔 這也不意外啦 還有一個上古的AV端子轉接 對,因為這個盒子一直強調它可以輸出到電視上 還有一個空的不知道裝什麼東西的袋子 這個又是什麼東西 我們拿到一個90萬合一Random Special卡帶 隨機特別知道是什麼東西 還有一個99666in1 99666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暗示啦 然後你看這些卡帶特別粗的金手紙 那它的本體已經用這種寶物套給包好了 最後是一個上面有瑪利歐圖示的超簡易說明書 好,完全沒有用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來看看它的真面目長什麼樣子啦 不管你期不期待啦,反正 哇哦,其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原來現在的2.7吋真的已經那麼小啦 我相信它的尺寸不是謊報的啦 只是... 嘿對,我們已經在不同時代了 除此之外,這幾顆按鍵當然不可少啊 而且它的壓感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好耶 給大家聽一下它按鍵的感覺 回復感其實是很夠的 只是就是鬆,超級的鬆 那我們來看一下機身其他地方吼 背面這邊也是1.PSP啊 所以它背蓋是可以打開的意思嗎? 嘿對,裡面應該就是電池那些的 哇,這可能是近10年來我看過外型最下巴的電池了 那上面這邊分別是視訊輸出、卡帶還有充電孔 那也不像PSP那樣有左右兩個按鍵扣分 底部則是開關鍵跟這個物理的音量旋鈕 還有這個應該是電源指示燈 所以在開機之前,我們要先玩哪一個卡帶呢? 99666比90萬還多 比較好玩的東西要放在後面 所以我們就先玩這個好了 哇,這個超級沒有屍感的卡帶操入感 雖然我已經高度懷疑它有沒有電了啦 反正 先讓我軟靜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欸 一種失望感加上十分的新奇感吧 我本來的預想是我拿到的會是一台山寨版的Switch 然後可能搭著Android系統它還是可以觸控的 結果拿到了這種東西 就造成一種落差根本太大 但是大到我反而有點新奇的感覺了 這個我先講一下最後會講的話啦 這1600多塊錢值不值得 我都想直接把它丟到水裡了 不過身為一個科技頻道 我們還是保持一個專業的心來評測這款產品吧 那這塊螢幕在這樣子看下來 其實反正是很嚴重的 而且螢幕亮度的話 那...很普通 只是這種東西你也別希望它能夠進設定 然後調螢幕亮度了 不可能 只是看它有六位數 它可能是真的有90萬種遊戲啦 我之前好像也有看過這種超多合一的遊戲卡帶 只是到底為什麼能夠容量那麼多 是因為有重複的遊戲嗎 好的 像這個遊戲我剛剛就有看到了 它好像是在前...幾個的樣子啊 對 它的名字也一模一樣 實際上內建的遊戲可能就大概20款吧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重複的 這是古早時期遊戲卡帶的套路嗎 其實我不太了解 因為那個時候我對於這種家用的遊戲機的接觸不太多 這個知道的麻煩在底下留言一下 好啦 那我們就來玩玩這款遊戲吧 Sega 這個授權沒問題嗎 就是什麼 好啦 我是有一點好奇啊 這種機器該不會就是從Gameback年來變魔改過來的吧 我這邊是看到Gameback color的螢幕尺寸是40x40mm 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量一下鍵增長了 只是量出來它的寬度已經是5公分多了 所以應該不是從那個螢幕之間拿來過來的 而且卡帶的話看起來好像 也跟這個不太一樣 只是這個不太準啦 因為它卡帶本來就可以有很多的樣式 所以... 等一下 喔這個東西好像就有一點點像了喔 喔 Game Boy Advance 是不是 OK 所以 沒有錯 它就是從 Game Boy Advance 模改過來的 那我們就來查一下 GBA 的螢幕大小是多少吧 2.9吋 我們來量一下它是不是2.9吋就知道了 大概2.5吋耶 還更小耶 好難過喔 所以我花了一千六百多塊錢 買了一個 Game Boy Advance 的模改機台 而且螢幕還更小啦 還是長這種鳥樣子 還完全少了任天堂的那種情懷 不說了 我們來玩遊戲吧 我真的很擔心 這一集的 SEGA 版權 會不會來找我啊 而且我在玩的時候它轉向 其實它有時候會幫我自動轉向耶 因為當時就有自動駕駛這個技術了嗎 好啦 第三名啦 不錯了啦 我真的覺得這部影片本來是要給大家看詐騙的東西 結果我到後來好像是給大家懷疑我的耶 已經亂了 我的思想已經亂了 那我們直接來換 啊 我剛剛是忘記關機 然後就把卡帶了 可是好像還可以跑 是不是 這是一個 Cache 的概念嗎 真的都可以跑耶 等一下咧 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們的這個 PXP3 是內建了 999888 銀萬的遊戲卡帶嗎 我們來複習一下 當時那個網站是說 附贈多少 156款遊戲啊 哇 這個佛心啊 實際上99888喔 而且還有這些卡帶喔 這加起來不知道有幾百萬個了 Angry Birds 呵呵 我們就來看看 1991年的憤怒鳥 玩起來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吧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啦 這個感覺就真的比這些卡帶還要現代很多了喔 只是好 Press Start 這個有沒有不能觸控 我們是要這樣子開始喔 真的假的啦 這個是要怎麼玩啦 這邊是游標 呵呵 整個遊戲的BGM就真的是跟原版一樣 只是上升了一點Key啊 明明Angry Birds 是一款很早期很早期的自衛型手機遊戲 可是為什麼搬到這台上面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現代啊 它這個真的跑得動耶 所以這樣人來講 第一關長得應該不是這樣子的啊 Easy的豬根本不是一開始就帶光盔好不好 所以要拉這隻鳥的話 應該就是拉住 然後調我們的方向 OK 整個當初拿著自衛型手機 享受那個觸控的感覺都沒有了好不好 發射下去啦 哇 這個 FPS 然後碰到木頭之後沒有一點阻力 而且掉到地上馬上就死掉了 這樣就好了 屁啦 欸 屁 喔 它這個遊戲的起法是鳥一碰到東西就死掉是不是 哇 這個1-1玩起來跟6-5一樣難啊 噢 是了是了是了 而且打死豬應該要5000分的 結果我只拿到1600分了 它也沒有幾顆星什麼的 你贏了就是贏了 我們玩憤怒鳥就是要享受那種滑動的樂趣 還有物理造成的傷害啊 這種紀錄只能一隻鳥打一隻豬 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啊 而且你看很神奇的地方是 它的Menu名就是充滿8B的風格的 可是點擊的卻是如此的現代 相對來講啦 欸 是不是快沒電了啊 對 好像是快沒電了 我們來接一下電好了 如果是Menu USB的話 應該可以這樣子接上吧 有喔 再充電了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開起來了 喔好 大家看一下 我們翻到80款遊戲之後 80款 欸 欸 重來了 這個你是因為不會有人有耐心翻到80款遊戲之後是不是 而且還有這個哆啦A夢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啦 試試看 這個應該就是真的GBM那邊過來的了啦 欸 好酷喔 這邊還有歌詞耶 巨 capt 開了 好啦 那我們插插看這個 999666 IN1是什麼東西好了 插上去之後 應該直接reset而已就能開了 那這個也一樣啦就是給你老老實實的9999666 應該不是老老實就是好好的複製貼上到99666了 只是音速小子這些的應該就是本來...對啊 這就比較普通啦 就原本GBA那邊的 那我剛好奇就查了一下Angryverse GBA就真的有一些結果耶 你們看這個東西根本就是我剛剛玩的那個畫面啊 然後進去之後可以發現它好像是真的可以做成GBA的ROM 詳細怎麼燒進去我是不知道啦 反正好像是真的能在GBA上面玩的 所以真的印證了這台就是從GBA那邊過來的啦 所以意思就是... 你完全可以把它拿來當做GBA來懷舊一下 只是符合線那麼短你知道玩個毛啊 而且這個接觸也太不良了吧 順帶一提這台電視大概有10年沒有開機過了 然後可能至少25歲了 所以我現在是在一台25年前的電視 玩一個智慧型手機的遊戲 可是是從GBA那邊綁造過來的嗎 嘿對 阿哲的頻道就是充滿了這種東西 而且你看 這種迷就有受傷 代表是他還是有碰到啊 可是這個判定很迷就是了啦 所以我說為什麼要對這種東西認真啊 真是的 然後在上一部平板電腦的影片裡面 很多人都希望我可以拆開來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啦 雖然平板的沒有拍到 可是... 這個就可以試試看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動工吧 這肯定就是他們的處理器啦 它寫說05年 SPENSION 欸不是啊 我第三個就查到破產是怎樣 它是做快展記憶體的公司啦 只是它的型號啊 我這邊看了一下它好像是一個大小為1GB的記憶體 所以是128MB 只是它是記憶體的話 NAMO它的CPU是在哪裡啊 是集成在裡面嗎 嘿不好意思 這個知道的可以在留言機會一下嗎 我真的不太了解 不過整體來講比較能看的好像就真的只有這一塊而已了 好啦 裝回去吧 好啦 真的要來做結尾了 這次真的就是一個網路上的東西不要亂買的證明了 因為雖然只花了上市平板電腦一半不到的價錢 但測試得到的東西就是完全騙力主題的了 不是Switch Lite 不是Android系統 不能觸控 品質超差 年代非常久遠 它只是一台P的PSP的外星 然後有著GBA心臟的四不像 即使這個東西賣50塊好了 我... 我還是找不到你要買它的理由 可能你家的GBA壞掉但又有很多卡蛋想玩吧 我不知道 總之影片結束啦 跟上次一樣 如果你有看到什麼可疑的產品 想要我開箱揭發的話 就來告訴我吧 想追蹤往後更多詐騙產品還有山寨機的評測 就訂閱我的頻道吧 不說了 我要來繼續回Angryverse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